苦瓜这样做在饭店一盘卖58 今天教你在家做成本不到五元 而且做出来非常的好看 吃着也不苦 先把苦瓜的瓜囊去掉 把里面的这层白膜也刮干净 这样能大大减少苦瓜的苦味 锅里水开之后加半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白醋和一勺食用油 把苦瓜放进去焯水一分钟 这样能非常有效的去除苦瓜里面的苦味 打三个鸡蛋 蛋清和蛋黄分离 分别搅散 锅里水烧开 把苦瓜放蒸壁上面 鸡蛋蛋清倒苦瓜里面 不要倒满 倒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三分钟 再切点葱花和小米辣 加入一点蒜末 往里面加88的黑芝麻 然后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少许的白糖 加入生抽和香醋 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蛋白蒸定型之后倒入蛋黄 然后盖上盖子 大火蒸三分钟左右 蒸熟出锅 然后再切成小块摆入盘中 蘸着料汁吃 酸辣开胃 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学会了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